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來繼續實況即可啦 動物森友會 今天是第一次捕蟲大會舉辦的日子喔 耶~~~~~ 哈哈哈哈 那這次影片內容我會想要測試一下 捕蟲大會一個人玩比較好 還是像釣魚大會那樣多人玩比較好 因為大家應該也知道 只有島上有訪客來的時候啊 蟲不知道為什麼都會躲起來 數量就會變很少 所以我想要知道在這樣的狀況下 組隊抓蟲有沒有比較有利喔 但是在開始抓蟲之前 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上一個影片教大家連續拿照片的方法 在影片中我倒轉了30天 那調回正常時間後的隔天呢 我的露營地就來了天佑 那天佑的日文叫Sasuke 是一隻以前就很有印象的猴子居民喔 那我也蠻喜歡他的 但是他入住的時間點實在是 怎麼挑在捕蟲大會的前一天來 這樣大家滿心期待的捕蟲大會會少一個人參加 那我就考慮了一整天 一直到當天的晚上 我就讓阿彪離開讓他進來了 所以你們看 阿彪已經離開了 天佑的新居建設預定地 那為了彌補心中的罪惡感 我還幫阿彪辦了一場報紋歡送趴 總之阿彪的這個位置已經改由天佑替代啦 那以後這個位置我會想要讓動物們來來去去的 所以不久之後如果又有可愛的動物入住的話 我應該也會再讓天佑離開囉 那暫時就先留在島上跟我的遠人湊一下CP喔 我是說多一個半啦 那我接下來就要來請我以前讀書時候的同學來我島上 一起嘗試兩個人抓蟲的效率是如何喔 好的 那現在我跟我的朋友小夏 兩個人現在在我的島 那我們現在要來試看看組隊抓蟲的效果喔 蟲子觀察箱 我要參加大會 三隻以上 組隊的好處就是我們只要抓三隻就可以了 分數通常都蠻高的 好 馬上來找蟲喔 我的島上要抓蟲兩個人來說好像有點太小了 喔 哪裡有床 喔 這裡有 喔 兩隻 兩隻螳螂 稍微後退一點 怕太近會抓不到 第二隻 好 再來一隻 至少抓個三隻保底喔 哇 這樣兩個人交錯好像 該怎麼說 蟲就還沒生出來 繼續找 其實在這樣一堆花裡面找蟲真的眼睛 眼睛有點吃力啊 這個抓完感覺我要點一下眼藥水 喔 那邊有蝴蝶 快點 飛過來 過來 抓 好 至少有三隻了 來繼續找下一個 哇 找蟲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如果它體積沒有像蝴蝶那麼大的話就很難找 特別是那些什麼春巷啊 瓢蟲啊 還有一堆就是有保護色的 這真的看得眼睛很吃力 哇 剩50秒 兩個人要均分這個島的資源 的確是有點難 又碰面啊 哇 剩30秒了 哎唷 蘭花螳螂 耶 第四隻 剩20秒 能不能找到第五隻呢 哇 有點絕望喔 哇 再倒數了 然後它才兩隻 我覺得真的是 資源不夠啦 特別是 我的島可能只有這個部分有在種大片的花 所以兩個人來分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次呢 我剛才跟它協調了一下 我換去 另外我的蘋果樹區 我去找看看有沒有甲蟲可以抓 那下面的部分就讓給它抓 甲蟲甲蟲 好討厭 好討厭 這個試點就算有甲蟲我也很難第一時間發現 都沒有 往回跑這樣子比較好看一點 甲蟲甲蟲 這不是都會有綠色的那個甲蟲嗎 我的名字太長了 記不得 喔 這裡有一隻狐蝶 抓 水面上這個應該也是吧 這是 卡住 這邊 啊哈哈 慢了 欸 過來啊 我要過去嗎 感覺有點浪費時間 算了還是過去好了 欸 它又游回來了 等一下 不要跑 喔唷 這個也有算 龍獅 龍獅也算的話這樣海蟑螂應該也算吧 我去沙灘這邊看一下 喔 蜻蜓進去 耶 路過的蜻蜓 看一下海蟑螂 海蟑螂 沒有 這邊也沒有 好吧 因為動物很喜歡跟我要海蟑螂 所以我都會先抓幾隻放在海灘上 那他們跟我要的時候我就去那邊拿一個給他們 好吧 那我再去我的田裡面找一下 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喔喔 白粉蝶 抓 哇 剩15秒了 看來也是無望 趕快 另外這邊的海蟑螂 有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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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沒有 喔 有蜻蜓 哇 差一點這隻沒有算到 可惡 喔唷 這一次呢 我朋友他就抓得比較多囉 好吧 那就大概這樣子 就這些分數 好的 那現在開始我要測試一個人抓大概分數會落在幾分喔 那剛才呢其實我已經有錄一段了 但是我抓完之後發現我錄的影片聲音都沒有錄進去 所以我現在再重新再錄一次喔 那我剛才抓的時候我感覺啦 就是一個人抓跟兩個人一起抓那個分數好像是差不多的 雖然一個人抓可以抓到比較多重 但是兩個人抓有一個加成的效果 沒關係 我現在再來 再來重新自己抓一次給你們看 自己一個人抓可以抓到很多蟲喔 我剛才抓的感覺是差不多可以抓到15隻上下 螳螂 螳螂 因為剛才我已經有換一些獎品了 身上滿出來我就先丟在地上 我覺得這一片花都是紅的 就很容易忽略哪邊有蟲 不小心就走過去了 其實這個抓蟲大會還蠻考驗那個眼力的 來抓完眼睛都很累喔 怎麼都沒有蟲 蟲跑去哪了 因為有看到龍克斯的 X斬 他揮網的動作超帥的 很中的 我喜歡 阿 糟糕 遠遠站在那裡發呆 如果他可以讓我們跟動物們分組 然後來抓這些蟲 感覺好像會很有趣喔 11隻 我覺得這場有點少 才11隻而已 好吧 回報一下 才13點 還不錯 這樣還可以賣1萬多 好 那我們再來抓一次看看 這裡有蜻蜓 希望這一次可以抓到15隻以上 不好意思喔 檸檬娜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那隻蟲這麼敏感 那隻蟲飛去哪了 我在這裡 這個音樂是不是只有比賽的時候才會有啊 還有我們平常在玩尋寶遊戲的時候 然後 蘭花 用這個順便來賺一下 捕蟲樹 小潤幫我拍拍手欸 啊 不要跑 欸 不要跑 欸欸欸欸欸欸 他怎麼跳進海裡了 寧願跳海也不要給我抓到 嗯…我覺得…這個真的眼睛會很累 哇 才10個 這樣感覺跟剛才那場差不多了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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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好像不太會抓那個 樹幹上的 啊 才12個 好… 好吧 不過應該…還是差不多啦 就是一個人跟兩個人抓的話 反正下一次捕蟲大會大家可以再參考看看喔 接下來我要來跟他兌換一下捕蟲的獎品 那等下換好之後我再一口氣把它佈置出來給大家看 好的 那我現在已經把那些換來的獎品都已經佈置在我的小賬號的房子裡了 那像他的門呢 門口這個是蜘蛛的門牌喔 然後他身上穿的呢 這是蟲蟲的什麼夏威夷襯衫衫 然後他手上拿的是蝴蝶… 欸 蟲子棒 是蝴蝶造型的變身棒 然後他背後還有杯一個 這個是…叫什麼去了 就是抓蟲的那個盒子 昆蟲觀察箱的樣子 那這邊呢就是…都是我剛剛換的東西喔 像這個壁紙就是蝴蝶的壁紙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換到了一堆蜈蟲玩具喔 有點噁心 可是最噁心的是這個蟑螂了 還好我只換到一個 然後旁邊這兩個這個叫做什麼… 螞蟻觀察箱 然後還有換到三個蟻丘 然後還有這邊有一個蝴蝶造型的後背包 就是跟他這個變身棒算是一對的吧 然後我覺得最好看的就是這個瓢蟲的地毯 我覺得這個地毯超好看的 就算實體化可能在HOLA還是哪裡有在賣的話 我覺得我會把它買一個拿來房間放 然後這個條蟲的雨傘 然後…這個可能看不太清楚喔 就是牆上有一些蜘蛛絲 蜘蛛網我也拿到蠻多個的 如果底…牆紙是黑色 就是暗色底的話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啦 那就是這次抓蟲大會 然後我換到的這些獎品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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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看看 一會兒